纪录片《狂飙一梦》讲的是基层社运人士 在运动现场之外的人生故事 而在正式上映之前 府中15特别安排了特应会 邀请到的导演廖建华 以及制片赖真凌和观众分享创作理念 这本群众是要结合到 整个台湾的艰苦人 要起来结平一个 没有尊重允业的政策 如果说做官员要抵达我们移民 有一天也没有人民兵掉 《狂飙一梦》贴近两位深度参与台湾 民主转型运动人士的生活 观察社会运动者回到现实之后 如何面对自我 这部片是我有拍上一部片的时候 认识到在90年代那时候 很多街头打外运动的时候的比较基层 然后因为过去都是比较多 以投人或者是知识分子 或者是比较英雄为主 那其实那时候在碰到他们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更多的 其实是可能在那个时代过后 其实你在你的人生要继续走下去 他其实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挫败 或者是你一些人生的选择 需要去去面对这样子 所以其实他其实是在拍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狐中十五》从今年2月开始 邀请12位台湾纪录片新锐导演 每个月选印一位导师作品进行应后座谈 同时放映一部导师推荐的纪录片 与观众交流分享 《狐中十五》非常有幸 也能够邀到其实不止只有廖导演 还包含我们国内的其他的一些的相关知名 或者是非常有经验 或者是非常这个有潜力的这样子的纪录片导演 我们都欢迎到我们的府中纪录片来 这边来做一个播放 或者来住宛来协助我们 《狂彪一梦》记录两位台湾社会运动人士的真实人生 也让基层支持群众的面孔能被看见 预计在八月启动募资计划 并且在九月底在院线上映 这个月的月底会有粉丝专业 那也请大家看完以后 不管你对这个片子有什么想法 我们觉得最重要是进行 影片里面的人物他们的困惑的讨论 其实我们可能也是一样的困惑 那进行这些深度的讨论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沈志勇新北市采访报道